在近期內看到這個風災還有地震的情況 導致我們這個蘇花公路 在重德的那一段好像很明顯 因為土石沖刷 導致那個地方不管是道路或鐵路 經常都產生這個中斷的情況 目前進行中的這個蘇花鞍跟蘇花改 延伸到國道五號的部分 我想請教這個部分 部長我們目前進度到哪裡了 蘇花鞍的部分在10月15號 國發會有召開會議 那也予以支持 所以之後呢我們公路局 就會接續來辦理設計還有用地取得 我們希望在一百二十一年能夠完工 達到通車的階段 這是蘇花鞍的部分 那國道五號接蘇花改的部分 也剛好在今年的這個10月16號 也得到了國發會的支持 那我們也是一樣一併啦 跟蘇花鞍一樣 我們希望在民國一百二十一年 能夠達到通車的階段 那陸運的部分 因為如果是蘇花的部分中斷 那我們就是往南 所以南迴的這個鐵路的部分 我們會加開班次 那另外再合併到高鐵的部分 高鐵也會加開班次 銜接我們南迴 接到西部的那一段 所以高鐵跟台鐵的部分會合併來執行這個蘇運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針對空運的部分 只要發生路廊中斷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的空運會馬上來爭取班機 那另外海運的部分其實到目前為止我們希望能夠快速的啟動 但因為我們在那邊沒有所謂的固定的船班在 所以都要跟那個媽祖來調這個所謂的新台馬輪 那調新台馬輪過來大概也要一天到兩天的時間 這個時間會稍微晚一點 所以目前我們也有在討論說 有沒有要建立一個旅遊型態的 平日就有的這個藍色公路的這個建置 如果有的話未來在海運的部分可以馬上接上來 那個蘇運的速度會再更快一些